好我们真的要告诉您不要轻护 因为其实呢 天鹅台风还是在台湾近海 所以沿海的风浪真的很明显 就像是屏东地区 我们就看到墾丁南湾这边的沙滩 已经插上了红旗来禁止民众下水 但还是看到有些游客是冒险下海冲浪 画面是相当惊险 而另外看到是龙盘草原这边还有船帆石 其实都是著名的观光景点 偏偏呢这边因为受到台风影响吹起了强风 不过还是有好多陆客不畏强风 依旧是拍照玩耍 同样是显像还生 踏上板子在两米高的海浪上 游客丝毫不畏惧直接在海边重启浪 受到天鹅台风影响 肯定吹起了六级阵风 海边也扬起阵阵巨浪 虽然岸边插上红旗 但还是有人冒险下水 这样台风天会不会 冲浪会不会危险啊 台风天冲浪会不会危险啊 或许知道不能下水 冲浪客面对询问就快闪离开 但肯定不止浪大 龙盘草原也是刮起了阵阵强风 但还是可以看到陆客不畏惧强风 直接到草原区拍照游玩 好可以看到现在龙盘大草原这个地方呢 虽然是风非常强劲 而且寸步难行不还是可以看到不少游客呢 到这边拍照游玩 其实没有这么大风 我们是内陆的省份 不一样的 而且不一样 所以第一次看到有这么大风 谢谢 那天好 除了龙盘公园 传门时也是涌进大批拍照的游客 完全感觉不出来台风影响 不过往下走到墾丁大街 街头的游客稀稀落落 而民宿也挂出了上游空房牌子 其实受到台风影响 至少还是有一到两成的退访率 虽然墾丁天气似乎没有受到太大影响 但还是要提醒民众 海边还是容易出现长浪 如果没事 尽量避免靠近 以免发生危险 杰克丁要许圣SG小组 屏东墾丁 采访报导